上海的近代建筑 呈现出即世界建筑风格之大成的特征 各个历史时期的世界建筑风格都浓缩在这一百多年的上海 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郑士林出版了《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上海近代建筑与城市发展的演变 外国建筑师和欧洲建筑风格的移植 中国传统建筑的转型以及东西方建筑形式在上海的融合 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研究 郑士林先生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新版终于面试 硬面金装十一个章节 近一百六十六万字 两千五百一束幅图片 依旧是十二开 图文并茂史料丰富 收录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可说是迄今为止 研究上海近代建筑最完整与全面的著作 郑先生自言 新版的三分之二是重写的 全书结构也有较大的调整 与第一版相比 新版增加了关于宗教建筑和建筑师的章节 将传统建筑和古典复兴单列一张 从六张扩展为十一张 同时增补了大量图片 尤其是新版附录部分 补充了许多一手信息 纠正楼梯板的一些问题 上海近代建筑风格既多元又宽容 城市从没有执着于单一的建筑风格 尽管近六十年来拆除并改变了大量建筑及其环境 然而这座城市仍然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切片 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并感觉得到城市和建筑的历史脉络 德那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